近年來許多年輕朋友喜愛組樂團 並創作歌曲 新北市原民局因此從民國100年起 開始舉辦原本大賞 喜歡透過族語創作促進 原住民音樂工作者之間的交流 不過日前卻傳出有族人 因為族語能力不佳 創作不易發揮而打消參賽念頭 造成今年報名參賽主數減少的消息 但是還是有人認為 這是學習族語的一個過程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母語本身不是那麼 因為其實我不太會 我不會講 那在創作母語這部分就是 沒辦法自己寫 所以我只能靠著寫中文的意思 然後再請部落的老師這樣 然後請他直接翻譯 然後再去從中去了解故事的一些 在中文轉換成母語上面的用法 這樣是怎麼樣 而新北市原民局也表示 在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 更希望能透過音樂平台 讓族語得以延續和傳承 我們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通過 比去年還要多 將選出12組團隊在8月6號的決賽 共同角逐首獎 民族強調除了提供比賽的平台 以及優渥的獎金 更會在日後協助樂團梅河進行商演 也可能因此有專輯製作人願意錄製唱片 還是希望對音樂有高度熱忱的民眾 有機會也能夠參賽 接著2056台北市新北市採訪報導 欣賞